因为台中市长卢秀燕 目前是国民党的 从政人士里面声望最高的 而且年纪也不大 60出头 那很可能就是 2028年赖清德竞选连任 最大的对手 最大的对手 然后卢秀燕啊 他经营台中市也相当的成功 历次有很多的风灾雨灾 台中市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而且这一次 这个隔美台风来的时候 卢秀燕本来人刚下这个旧金山机场 因为他去旧金山访问 是市政访问团 那就一下子 这个马上发现台湾有台风 台中也在暴风圈内 他不到六个小时 立刻买机票再跑回台湾来 然后坐镇指挥 然后指挥后来 疫情没有什么问题以后 他立刻就再搭飞机 到美国去完成剩下的一些 参访的行程 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啊 我敢讲说是台湾啊 所有的政治人物表现最好的 经常跟他讲说 这是史诗级的优良表现 来进一步帮他抬高声望 民进党看到这个就很害怕了 所以就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攻击他 挑剔他 说浪费机票钱 那我就公开讲啊 如果台中市付不起这笔钱我来付 我来 卢秀恩说他自己付了 他自己付了 所以 也让民进党毫无挑剔的空间了 所以郑英认没有调定民进党 一直要找查 那至少 卢秀恩这里 公所皆宜 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期待他好好的努力 能够在2028年挑起大旗 如果还有2028年的话 如果2028年之前 台海有些什么动静的话 当然另当悲论 那如果 2028还有选举的机会 那卢秀恩代表国民党是 我个人乐观其成的 那他未来就面对民进党的炮火 也会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严峻 那民进党也开始要铲除他的装脚 像这个台中阎家 这个阎清标阎宽衡 就是台中有所谓的 两大派系 一个叫红派 一个叫黑派 然后阎家是黑派的领导人 就国民党在那边两大派系 那卢秀恩本人是没有派系的 所以两边的人马都支持他 很接地气 都能够跟这些派系 和乐隆隆 然后引导这些派系 都正向的发展 所以卢秀恩的政治能力 那比马云九不晓得高多少 当然他也非常的谨言盛行 不像这个 这个马云九跟金普松两个人 嘴巴讲的多事情做的少 这也是不太对的 那相比之下高雄就很惨了 过去民进党在高雄花大钱 吹大牛 现在全部曝露他们的无能 那这样一对照的话 民进党更慌 更慌的话更要攻击卢秀恩 因为卢秀恩做得非常的好 原因就在这里 是的 是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